今天回到了我曾经上过学的地方 南澳大学莫森雷克校区 我在这里度过了我青春尾巴的两年 还有花了不少的银子 今天也不是专门回来看这母校的 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急救的培训 按照法律的规定 在教老师以及我现在从事了另外一个行业 必须要有这个证 刚才就是在那些酒店里面 我们所说到酒店或者是 饭店都是有住宿和饮食一体化的 当然澳洲很多很多的所谓hotel的地方 是没有住宿的 就是喝酒的地方 还有博彩的地方 当然还有一些娱乐 我曾经想过到他们那个地方 申请一个机会唱歌 后来我觉得在这样唱歌 乐趣不是很多 现在是把它变成一个工作了 我倒是更愿意去街上唱 享受那种自由自在 UNISA就是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即将成为历史 后来已经成为历史了 因为在前段时间已经并入阿莱德大学 这里面的建筑都是用字母来命名的 这个楼看起来感觉比较现代化 都是比较冰冷的感觉 你看前面也不一样 就棱角特别硬 像这种路标我觉得感觉特别好 我每次都是路过这都多看一眼 因为跟我们人生一样 到一个插路口 到底往哪走 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是Building Edge 物理楼吧 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天文台 平时会见到很多学校 小学中学 组织学生 孩子们来这里试操 这边是组织馆 找了很多地方都模糊了 我们上一个学校就把这个学校叫做母校 一个人如果上学够多的话 他这一辈子就有很多很多的母校 对吧 有很多很多的妈妈学校 妈妈多了 应该算是好事 一般母亲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都是慈爱的化身 这个地方也是我以前经常吃午饭 或者出来户外写作业看书的地方 充满了记忆 那边还有一个咖啡馆 我们到这个庭院的中间看一下 在澳大利亚每一个学校里头都会有一些土著的元素 澳洲政府对自己曾在历史上面屠杀驱赶 抢夺这个土著人 做了一个反思和检讨 然后形成了一种谅解 在学校里头就要彰显这个土著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元素 包括澳洲的国歌 有些学校放的时候是放那个土著版的 学校跟外面的社区是完全没有围墙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当年我在波瑞顿的时候 看到的大学城也是一样的 从哈佛到王八省里空大 到那片居民区 不分彼此 我觉得大学就应该这样 好了 今天先到这 谢谢大家